我們下一講 我們就要從歷史的一些實際 軍事應該說軍事史的一些實際的發展 來看一下文武對立下的宋代軍隊 我們剛介紹宋代是一個文武對立的時代 因為文武分圖然後形成文武官對立 那對於宋代的軍隊到底有什麼實際的影響 宋代這個文人對於軍隊的掌控 基本上到了仁宗時代 就宋代第四個皇帝宋仁宗的時代 就基本上已經完成 從中央到地方都是如此 比方說在中央朝廷負責軍事的疏密院 軍事行政的疏密院 本來是武官掌控 到了仁宗末年的時候 所有的疏密院長官已經都變成文官 都沒有武官 全部變成文官 中央如此 地方上也是 地方上的軍政長官全部都是文臣 比方說這個北宋地方上的軍事長官 叫安府使 南宋叫自治使或者宣府使 都是文官才能出任 那武官呢都只能屈居下屬 聽命行事 就是最高階的長官都是文官 然後武官是當他們的部署在下面聽命行事 這種文人掌握軍事決策指揮權的現象 是宋代的一大特徵 但是事實上我們說了 這些文人因為文武分圖的關係 這些文官對於軍旅之事並不熟悉 就你其實對軍事沒有什麼概念 然後你現在又掌握了軍事的決策權 那變成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用現在的話來說 就是外行領導內行 就是你自己本身對軍事是外行 可是你又握有軍事的決策權 那怎麼辦呢 在文官主導下的政府 其實是盡量減少戰爭的發生 因為我其實沒有什麼能力處理戰爭 我對軍事不熟 我又握有軍事的決策權 那真的發生戰爭要怎麼辦 那其實一個最簡單的辦法就是說 那我們盡量避免戰爭 我們盡量避免軍事的危機 這樣子文人他不熟悉軍事的這種弱點 就不會暴露出來 所以在文人主導下的北宋政府 是盡量減少戰爭的發生 而是以金錢外交的方式來換取和平 就是他對他的兩大外敵 北邊的寮跟西邊的夏 都以稅幣的方式來換取和平 每年給他的敵人非常多的金錢 來換取雙方的這個和平關係 而這樣的做法基本上還滿有用的 就是說因為實施金錢外交 北宋在相當長的時間裡頭 可以避免大規模的對外戰爭 可是雖然金錢外交在現實上 非常的有用 可是他在心裡上卻不是一件令人可以滿意的事情 就是說 你說從結果那來也很有用啊 這個邊境上可以長期維持和平 可是在人的情感上總覺得這是一種屈辱 我拿錢去跟人家換取和平 就好像這個我們把錢給別人說 別人給我們收保護費說 我給你啊 你不要來打我這樣 你說結果論而言是很好啊 就是說因為我每年給他很多錢 所以他從來沒有來打過我 可是你在心裡上一定覺得不開心嘛 對不對 為什麼他平白無故拿我那麼多錢 他就靠著威脅我 然後就可以賺那麼多錢 然後我就要乖乖的給他錢 對不對 所以在心裡上 金錢外交是一種非常非常不光彩的事情 長期以來非常受到批評 其實台灣過去的外交 也是經常被指責為金錢外交對不對 好像大家都覺得這是一個非常不好 對不對 所以這種精神上的屈辱感 最後就導致北宋的皇帝 重新要發動對外戰爭 那最嚴重的結果就是 宋徽宗跟他的宰相蔡金 他們為了重建國家的光榮 他們要追求國家的光榮 他們要恢復漢唐的盛世 所以他們積極的對外發動戰爭 先跟西邊的下開戰 後來又出兵打北邊的聊 所以徽宗朝 徽宗一朝 徽宗是一個著名的藝術家 大家去故宮看他受精體 都覺得很漂亮 可是徽宗一朝其實是一個經常發動戰爭的時代 宋徽宗以中一位宦官叫做銅貫 來為他主持作戰 這種由一個宦官主持軍政長達20年 是非常非常少見的例子 所以銅貫在當時其實這個權力非常的大 而且他不只主導軍政 也主導了整個北宋的對外政策的執行 這種用宦官來主持軍政 其實也是君主不信任武官的一種表現 就是說君主怕武官不聽話 會威脅皇帝 所以他不是用文官來主導 控制軍人就是用他所信任的這些宦官 這些太監來控制軍人 所以北宋其實經常的以宦官來主持軍事 只是過去時間都不長 不會像徽宗時候這麼長 比方說從宋太宗第二個皇帝 北宋太宗開始 我們就看到宦官統兵的例子 然後到了神宗 因為他就希望這個恢復漢堂盛世 他想要當唐太宗 他就對西夏發動戰爭 他對西夏發動戰爭的時候 也開始用宦官來領兵 讓到徽宗的這個兒子 對不起 神宗的兒子 徽宗的時候更信任銅貫 而銅貫最後去執行一個大膽的計畫 就是要聯合女真人 當時興起的這個女真的這個民族 來滅這個北方的強敵遼 遼是由契丹人所建立的政權 契丹人的崛起可以遠溯到九世紀 就是唐朝的晚期 契丹就崛起了 他成為當時整個亞洲世界一大強權 既然由於軍力非常的強大 他可以說是當時亞洲 或者東亞的這個軍事上的 這個第一強權 所以北宋一直不太敢招惹遼 所以後來靠著每年給遼這個稅幣 給他錢來換取這個和平 長達一百多年 所以對於北宋的統治階層而言 他們一向不敢去招惹遼 他們比較喜歡對西邊的下來用兵 可是不太敢對抗 這個真正對北方的遼來出兵 可是遼這個政權從九世紀末年開始建立 到了十一世紀的時候 整個統治階層已經非常的腐敗 然後整個國力就開始衰落 然後他在遼的北邊 原來臣服於遼的這個女真人就開始崛起 女真人由於金魚濟社 所以軍事力量很強 所以他們開始趁著遼內政的腐敗 他們趁機崛起 然後起兵來返遼 女真人在返遼之後 軍事的行動進行的非常的順利 主要的原因是整個遼的政治軍事都已經非常的腐敗 所以遼軍不堪一己 當徽宗跟蔡經以及銅貫 知道了呂真興起 然後他們在軍事上呂次的擊敗遼的時候 他們就決定要聯合呂真來消滅這個過去 他們一直不敢惹的這個強敵 所以他們派了使者從山東出海 跨海到了現在的遼東半島 跟呂真人來聯絡 他們後來達成了協議 呂真人從北往南宮 宋從南往北宮 南北夾擊遼 然後雙方的協議就是遼滅了以後 大家來分 來分享這個遼的領土 可是協議達成之後 宋軍兩度執行北伐 卻大敗而回 就當時的遼看起來不堪一擊 可是宋的軍隊比遼還是更沉 跟遼軍相比還是更糟糕 所以最後宋沒有取得任何軍事上的勝利 而徽軍南下的女真卻很快的滅了遼 佔領了過去契丹人所擁有的所有的領土 那也就是說這個徽宗要夾擊 與女真人夾擊 然後來滅遼 然後來一學過去的恥辱的這樣的做法 當然就是失敗 可是徽宗非常非常的不甘心 就是在軍事上 所有的努力都化為烏有 所以他非常不甘心 他覺得他這個籌劃這麼的久 然後最後什麼土地都沒有拿到 他非常的不甘願 所以他派遣使者跟女真人談判 說我一定要拿到一些土地 最後聊的所有的土地都被女真人拿走 他說我非常不甘心 我要拿一些土地回來 然後最後怎麼辦呢 就給女真人大筆的金錢 跟他買了六個州的土地 買回了六個州 然後徽宗視這一個協議為一大勝利 他甚至派使者到太廟去祭告他的祖先說 我們終於拿到了這六個州 就是說這個他們過去一直想要做 這個沒有做到 所以他覺得這是一大勝利 就非常光榮 還要去祭告他的祖先 可是很快的徽宗又對這樣的結果感到不滿 他覺得說他花了很多錢 也不過只拿了六個州的土地實在太少了 所以他還想要更多 那怎麼辦呢 你會怎麼辦 你拿了 你覺得還是不夠 那你做一個皇帝你要怎麼辦 那當然你覺得不夠 那就是只好跟女真人撕破臉嗎 再去跟人家打一場 看看能不能搶回更多的土地對不對 那可是宋的軍隊連鳥都打不過 他怎麼可能去打女真呢對不對 所以當然不可能 不可能直接跟對方撕破臉 然後兵容相見 想要去拿回更多的土地 這是不可能 所以揮中才行的辦法就是 他暗中派遣人去賄賂女真的將你 看看有沒有人要帶槍投靠 說你有沒有要投靠我們 這個你只要投降我們 然後我們給你很多很多錢 給你很多的官位 只要你肯投降 就當時還真的有人就投降 就這種誘敵 可是女真人當然非常的憤怒啊 就是說我才跟你達成了協議 然後你要六個州 我也給你六個州了 然後你還嫌不夠 然後跟我達成協議以後 然後又來對我們的部將來招降納判 所以女真人一氣之下 就揮軍攻擊送 所以女真人從一二五年 就在他們滅掉了寮的第二年 他們就因為送 召納他們的邊降而揮軍南下 而這個揮軍南下的進展 卻超乎想像的順利 他們在不到一兩年的時間 他們只花了一年半的時間 就攻陷了北宋的首都汴京 也就是說 宋的中央政府 在女真的攻勢之下 快速的崩潰 而且這種崩潰的速度 其實是超乎所有人的想像 汴京淪陷 理論上北宋就亡國了 因為當時包括他們當時的皇帝 徽宗跟清宗都被女真人俯羅 北去 徽宗到東北 理論上北宋亡國 高宗唯一的兒子 只有一個兒子逃了出來 他第九個兒子 徽宗的第九個兒子 對不起 徽宗第九個兒子逃出來 就是後來的南宋高宗 他逃出了汴京城 然後自己即位為皇帝 可是事實上他只是使得 宋的中央政府名義上的存在 因為當時整個局面極其混亂 舊的宋政權已經崩潰 可是女真人也沒有能力建立一個穩定的統治 原因很簡單 因為女真人是人數不多的遊牧民族 他們才在前兩年前滅了領土龐大的寮政權 現在又滅了北宋 他根本沒有能力控制那麼多新征服的土地 就是征服得太順利太快速了 所以整個當時中國陷入一個無政府的狀態 北宋滅完以後高宗的即位 他當時的狀況其實非常的糟糕 他自己身邊能夠控制的軍隊只有幾萬人 但當時一個混亂的狀況之下 大部分的五官就是 大部分的領土其實就是限於一個 女真人也沒有有效佔領 然後送中央政府也沒有辦法控制的一個狀態 地方上的這些送的這些五官就用兵自保 不受到高宗的節制 而這些五官他們面對女真人的時候 通常表現非常的著劣 這個不戰而逃是常態 就是當時宋的軍隊 基本上完全沒有辦法跟女真人來相互的對抗 只要女真的部隊這個逼近 他們不是投降就是逃走 但基本上就是這樣子 只是女真人因為他們本身的人數有限 這個能力有限 他們不能夠長期佔領這些宋的領土 就是如此而已 所以讓宋還有存在的這個空間 所以當時五官的表現 當然令文官這個感到不滿 對女真人而言 這個高宗的棋位 當然是一個非常令他們不安的事情 就是高宗雖然他沒有能力有效的控制 這個宋原有的領土 可是畢竟他代表的是一個名義上的中央政府 所以當高宗即位之後 女真人就出動大軍想要去抓他 想要這個消滅他的勢力 所以女真人再度的揮軍南下 她目的不在於佔領中國的土地 她的目的在於抓到這個城地的高宗 那高宗面對女真人的攻勢 就一路的難逃 她本來在現在的河南這邊 現在河南這邊這個即位 然後女真人就出兵南下要抓她 她就一路難逃 她先逃到了長江北岸的揚州 她覺得她已經逃得不夠遠 她逃到揚州 結果半夜的時候傳到風聲說 女真的寄兵已經兵記揚州成像 她在窗簧之間上船渡長江 你各位可以想到一千年前 在很多技術都不發達 半夜都沒有電燈 在黑夜之中渡這麼寬闊的長江 是非常非常的危險 所以她的很多侍衛跟隨行的大臣 都掉到水裡頭淹死 據說高宗也因為這件事情受到極大的驚嚇 後來他不能生小孩跟這件事情有關 你知道男人在生育上面很多問題 被認為是跟心理因素有關係 然後後來南宋人文的掩飾 這一個非常丟臉 也滅無光的事情 就創造了一個傳說叫做尼馬渡康王 我不知道各位小春有沒有讀過這個故事 就說這高宗難逃 然後逃到一個廟裡頭 碰到了長江 然後沒有辦法過去 突然有一匹馬跑出來 把他渡過了長江 然後後來他發現原來那匹馬是一個尼馬 說他是一個廟裡頭的尼馬 那種顯靈來帶他渡長江 其實這個真正的故事不是這樣的 可是造了這樣的一個神話來美華這件事情 不過即便高宗幸運的渡過長江 可是女真人並沒有放棄追他 所以他就從渡長渡江之後又一路的南逃 最後逃到了現在的浙江寧波 那可是女真的大軍還是不斷的逼近 所以高宗沒有辦法 他只好上船在海上 逃到海上去 因為當時的女真只有寄兵而無水軍 他說好 那你們這些寄兵 你們不能出海 所以要逃到海上去 他就在海上待了四十天 然後巫竹 大家讀過岳飛的故事 都知道岳飛的大敵就是巫竹 以巫竹所率領的女真的部隊 就在岸上等高宗 一個等他回去 一個就死亂在海上不肯回去 一個人說有種你就回來 一個人說有種你就下來 所以雙方就在那邊撐 撐了四十多天最後是女真人受不了 因為各位知道這個女真人生長於東北 這個從東北跑到了浙江 這個鄉去何等的遙遠 這個南方的土這個溫度 還有南方的蚊子 都是讓這個女真人非常非常沒有辦法忍受 很快的他們就在這個 他們停留在寧波 然後想要抓高中 可是他們受不了當地的氣候以及疾病 所以就沒有辦法 軍隊裡頭很多人都生病 所以他們只好北返 高中得到了女真軍隊北側的消息 才重新上岸 回到這個陸地上 這個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 有一個皇帝逃難逃到海上 而且還逃了那麼久 這個是空前 是這個空前的事情 那你可以想像這樣的一路難逃的結果 當然是非常令人不快 所以在這樣的過程之中 還發生了一個嚴重的事件 就是在高中身邊的這些禁軍 他們起來叛變 你可以想像跟著皇帝一路難逃 還要什麼逃到海上 還要上船怎麼樣 這個實在是非常非常的 令人感到羞恥 然後非常的不快的事情 而且加上高中信任他身邊的宦官 來管理這些禁軍 這些禁軍的將領 苗副劉正彥就在戒嚴三年 高中即位的第三年發動了一次兵變 把他身邊信任的宦官全部都殺掉 然後把高中幽靜起來 立了他唯一的兒子 當時只有十歲的太子為帝 不過這一場軍事叛變很快的被韓世忠等人所平定 然後高中被救出來 重新恢復他皇帝的身分 但是這一次的兵變 當然對於高中而言是一個很大的打擊 他也讓高中更加的不信任這些軍事的將 不過對高中而言在當時混亂的集市之中 他其實沒有什麼選擇 他雖然吸引頭對這些將領非常的猜忌 可是他只能夠信任 他只能夠倚重這些人 因為在這些混亂的狀態之中 這些將領肯站在宋這一邊已經算是萬幸 他們至少沒有辯解去投降 雖然其中有一些人甚至叛變 想要逼他退位 所以對於高中而言 在當時他唯一的選擇就是盡量的拉攏這些將領 而不能夠去追究這些將領的什麼獅子過失加以制裁 這當然是不可能的 你只能想辦法拉攏他們 讓他們繼續站在宋這一邊 然後幫助高中站穩腳步這個穩固 他在南方的控制 所以為了拉攏這些將領 高中的不斷給予這些將領財務官爵 並且經常的接見他們 讓他們參與政府的決策 那這些事情都是過去所沒有的 我們說了長期以來 李宋從仁中以後 中央的決策就沒有五官發言的機會 五官都只能聽力行事 那現在五官的權力突然的擴張 他們不僅在地方上用兵自重 他們甚至可以參與朝廷的決策 即便這些武將統兵在外 高中也經常派遣使者送交親筆信函 這些現象都是非常違背宋的傳統 當然令文官感到不悅 我們看說高中經常的寫信給這些武將 其中最有名的兩封就是這兩封 這兩封信都被當成書法的精品 收藏在故宮博物院 收藏在台北的故宮博物院 這兩封信都是高中寫一個月費的 我們先看這一封 你可以看到上面蓋滿了收藏章 就知道這個是歷代都受 就難受以後就非常非常受到重視的書法精品 然後最大的這一顆 大家猜是誰的 乾隆 我們剛才的概念 這個是最惡劣的收藏家就是乾隆 你看人家長處章都蓋在鳳 只有他直接蓋在賦月費上面 而且還那麼大 乾隆 玉蘭之寶 對不對 所以你知道後來為什麼現在收藏在故宮嗎 因為後來變成皇室的收藏品 我們看一下這個內容 這是用行書寫的 有點點差不多還好 不過你可以看到這字真的是漂亮 這個宋朝的皇帝 從小都受到非常好的訓練 在讀書寫字上面 所以都以書法見長 當然你可以問我說這個 是不是真的一定是高中自己寫的 這當然也有疑問 我不敢這樣說 因為沒有任何直接證據他寫 不過這是玉蘭 為什麼 這個叫做玉蘭 只有皇帝玉蘭才會畫上這樣的符號 這個叫做玉蘭 代表這是皇帝的親筆 那你說這個也可能是旁邊寫的 旁邊身邊的人把他寫的畫上的玉蘭 不過不是重點 我們來看一下內容 那寫個月飛的 復月飛 清聖秋之際提兵岸邊 風霜已寒 爭玉良苦 他說現在秋天非常的寒冷 然後你還帶兵在邊境上面作戰 非常非常的辛苦 如是別有事已可密奏來 他說如果有事情直接對我皇帝密奏 就是說我跟你這個月飛非常非常的親近 你很多的事情你可以跳過政府的大臣 你可以跳過那些宰相 你可以跳過其他人 直接對我皇帝來密奏 然後底下說朝廷以淮西軍判之後美加過濾 他說自從這個淮西的這一場大叛變 這是發生在紹興四年 我們等一下會特別來介紹這一場軍變 因為非常重要 然後這裡因為發生過一次大的兵變 所以朝廷對於邊防非常的憂慮 梅加過濾 所以就說非常非常的憂慮 長江上游一帶緩擊之際全界清軍照管 他說長江上游的防務都抗你月飛的軍隊來照顧 可跟戒刺 這個色戒人和戒 可跟戒刺所留軍馬 訓練整齊常為控制 他說你們經常要保持你們的訓練 就好像敵人隨時都會來攻擊 齊陽江中兩處水晶亦以淺乏一方亦外 然後這個就是交代詳細的軍事的部署 他說你要加強在這個齊陽跟江中這兩邊的水軍的部署 然後底下最後說 他說如清體國 啟代論雲 然後就有寫赴月飛 然後這邊有個玉亞 他說如果你月飛你真的攻中體國的話 很多事情都不用我跟你說了 比如說這個我們自己兩個人非常的親密 所以我很多親密你都瞭解 都不需要我仔細的跟你說 所以你看到在這一封短短的信裡頭 公中其實在交代軍事部署之餘 其實都是一直在強調他跟月飛那種親密的這種私人的關係 對不對?就是說你很多事情我非常的信任 所以你有什麼事情你可以直接跟我密咒 這個你是公中體國的 所以很多的事情不用我多交代了 你都會去打扮好 對不對? 強調的是這一點 所以你想想還覺得讀起來好像有點噁心 對不對? 就說這個皇帝跟大將說什麼 如清體國 啟代論雲 好像這個大家寫情書的時候 就寫什麼直短情長也不敬意的那種感覺 對不對? 好 你覺得有些我們就看下一本的信 這是一個非常長的信 然後我們現在看到的是頭尾兩節 你有沒有看到中間這一邊有一條線 中間有一大段都不見了 有一大段其實是不見 我們現在能看到只是頭跟尾 所以我們等一下念到這邊就接不下來 不過沒關係 我們就看這個頭尾 這個剩下頭尾 那如果各位要看這個信的全文 其實在別的資料裡頭有記載 比方說這個岳飛的孫子編的金陀翠編 就收這一封 這個高中寫給岳飛信的全文了 非常的長 那我們現在中間這一部分都 大概快不知道怎麼樣就被弄壞了還是不見 所以後來這個雙表的人 就把這個頭尾各切最前面跟最後面 然後把它拼成這樣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在紹興十一年寫的 得清久日奏 擇地 對不起 以擇地十百處遣發 對 十百處發往 對不起 十百處發往 這個是岐啦 剛剛那個岐陽的岐壞掉 岐皇書舟戒 他說九號的時候 岳飛寫了一個咒書說他們的部隊 以從十百處各個地方出洞 去哪裡來齊皇書舟 這為什麼會這樣 這是因為當時巫族的大軍攻打淮溪 那岳飛的防區是在現在的湖北 對 淮溪這個當時巫族的軍隊攻打的地區 就是齊州 黃州 蘇州 就陷在江西這邊 那高中就下令岳飛的軍隊從湖北去增援 去救援淮溪 所以岳飛在九日的報告就說 我的部隊已經出發了 然後所以高中就說 好 九號得到你的咒書 知道你的部隊已經出發了 然後底下說文青獻苦寒壽 乃能免衛正行 國耳望生誰如親者 乃咒再三 下嘆無意 他說我聽說你現在感冒 咳嗽咳得很厲害 然後還能為我去指揮軍隊去作戰 這個為國而忘記自己的身體 誰像你這樣子 乃咒再嘆 下嘆無意 我讀了你的咒書實在太感動了 把你的咒書一讀再讀 一再的嘆心 我怎麼會有這麼好的講理 然後底下就說 已經素智整弩 長苦駐軍難合 他說我知道你一向的志向 就是要消滅這個金人 消滅女真人 但你感到痛苦的就是當時南宋的軍隊 彼此互相矛盾 不能夠合作 經巫主與駐頭 你看巫主出來 經巫主與駐頭領 盡在儒舟 接年南清 然後這個底下我們就跳過去 因為這個後面就不見了 然後當然就是在交代說 這個他要如何的去救援懷西 這些相關的事宜 當時懷西的首相是張俊 然後底下說 傅乾娘已如所挺 偽造伯牛 以伯牛長守官湖外 與清應經相案為也 因為他的部隊到了懷西去作戰 那他的後勤 後勤的供應當然不可能全部自己都帶著 對不對 不可能說我的部隊從湖北調到懷西 然後所有的後勤 所有的錢糧都是願被自己帶 所以懷西那邊要有人來負責後勤的供應 然後這個高中就說所有的火情供應 我都派這個趙伯牛來處理 那為什麼派趙伯牛 因為這是已如所挺 就是說你要求派趙伯牛 他說未答應 然後因為趙伯牛過去曾經在湖北 守官湖外就在湖北座官 跟你的部隊非常的熟悉 好 然後所有的公式交代到這邊結束了 底下說什麼 春生寒暄不常 輕宜盛極已濟國事 什麼叫春生寒暄不常 這是我們現在這樣的 春天 一下冷 一下熱 一下下雨 一下晴 天氣變化了很厲害 輕宜盛極已濟國事 所以你要小心你的身體 然後為國來效力 父子清雜 清須體息十九日二更 還寫最後還寫這個 他說我要把這個親筆信寫給你 你應該好好瞭解我的心意 然後最後還強調十九日二更 二更是什麼時候 晚上十點十一點 他說後面三公六園那麼多人 都不去睡覺 不去剛剛睡覺 在那邊寫信給你 當各位覺得二更二更算什麼 我們現在都搞到半夜三四點才睡覺 那是你們現代人 你知道嗎 在古代二更就大正要去睡覺的時候 皇帝不睡覺 點個蠟燭在那邊寫這封信 特別要講到這一點 我熬夜寫信給你 你要多感動 然後就要寫 赴月飛玉鴉 對不對 當然還有一個全讓月安之寶在這裡 所以你看到了這些寫 其實皇帝都是在強調他對岳中 岳飛的倚重 他說你是這麼好 這麼好的降臨 對不對 這些等等種種 剛才這一封信什麼時候寫的 紹興十一年三月高中還對岳飛說 國耳望生誰入侵者 又說清虛盛極已盡國事 一個月以後岳飛大兵權接著入獄然後被殺掉 對 就這樣子 所以我讀過這個的人 當然我想都不會忘記這樣的事情 就是很自然你會想到這樣的事情 就是三月的時候還在說這些話 過了一個月就把他 國序他所有的兵權 接著把他關起來 然後把他殺掉 在獄中把他殺掉 對不對 好 大家都知道這個結局 對不對 悲劇性的結局 所以讀到這樣的信的人 大家都不能夠這個 但不會不感受到這種政治的殘酷 對不對 政治就是這樣子 皇帝對這個大教翻演跟翻書這麼快 一個月前寫的這麼的感動 對不對 我對你如此的倚重 我這麼感嘆我怎麼有這麼好的教練 可能之後就把他殺了 對 所以我常常覺得這個高中 如果地下有之 對於他這兩封信便當成書法的精品 然後放在博物館裡 大家都看得到 當然是滿後悔的 有時候所有人都會想到 我覺得你以前本來對岳飛這麼的好 然後後來收翻臉就把他宰了 這麼殘酷的君主 而且我一個朋友 他在十幾年前讀到這兩個信 也非常的感動 還把他特地翻成英文 登在美國的期刊上面 所以就鬧得全世界都知道 對不對 就說讓大家知道看 這兩封信 書法的精品 然後描述皇帝跟大教之間的恩怨情 恩怨情重的 為什麼皇帝這麼的殘酷 對不對 我們過去就說這個大家就罵高中 對不對 有時候高中就說這個很糟糕 所以如果你看到一個大陸學者寫的一本 宋高中的傳記 他的標題是荒淫無道 宋高中 你就不會覺得意外 對不對 你兩封山出一段就有了 那是 作者是王貞瑜非常著名的 這個宋史的學者 然後他寫的高中的傳記就叫做 荒淫無道 宋高中 可是我想問題沒有那麼簡單 當然我想像過去可能很多人怪勤快 後來就直接批評高中 我想這個問題並沒有那麼簡單 這個高中對於岳飛的處置 我想當然沒有人會站在高中那邊講話 當然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可怕的處置 可是為什麼這個事情會發生 而且在當時沒有什麼人批評這件事情 其實沒有什麼批評 岳飛被殺了 這很重要的一個教練被殺了 可是沒有什麼人批評的事情 原因很簡單 高中可以翻演跟翻書 其實來自於文臣的知識 也就是說岳飛被殺是高中的決策 可是是當時文官的默許 岳飛被殺當然是由於高中對他的猜忌 我們都知道我們在課堂上講過很多次 五官的地位越高 受以重越重 黃帝對他的猜忌就越深 那同樣的當時在南宋文臣的批評就越多 以當時的情況而言 高中要處理他跟這個大將之間的緊張關係 他要解決他對於大將的猜忌 當然唯一的辦法就是高中效法前代的開國之君 親自的統軍作戰 驅逐女征 建立自己穩固的聲望跟權力的基礎 你看到中國歷代的開國皇帝 為什麼都要御駕親征 就是說你不做這樣的事情 你沒有辦法真正建立你的王朝 你一定要在戰場上建立戰功 自己去建立戰功 你才能說服大家你是一個有能力的君主 你擁有軍事上的聲望 然後你才能真正的開國建立你的王朝 所以高中要解決這個問題就是 你自己去統兵嘛 你不要去倚眾這些將領 你倚眾將領就會猜忌他們 你就會想到說這些將領戰功越來越多 那他就有一天會取我而代之對不對 可高中不是這樣的皇帝 高中是一個從小生長於宮廷之中的皇帝 他既沒有軍事能力也沒有統軍的勇氣 所以你看到他即位之初就一路的逃 他就很有辦法很能逃了 你這樣打造很難 那那落跑真的算是這個亘古伊人對不對 這個這麼能逃 你要去算算他那個逃亡的距離 你就知道這個中國歷史上 像他那麼能逃的皇帝還真的不多對不對 還可以在海上撐四十幾天 你現在叫我們坐船出去 在船上待四十幾天 大概你都會覺得非常的痛苦對不對 這個其實也不容易啊 所以他不是一個這樣 他沒有這樣的勇氣也沒有這樣的能力 對他而言他唯一的辦法就是用各種全魔手段 來控制這些將領 讓這些將領為他效命 而這種全魔手段特別是強調 他跟大將之間的這種私人感情的連結 他跟這種大將的這種緊密的關係 只是這種所謂的情感這種關係 都只是為了拉攏 所以都是全魔而不是真的 他強調說我對你的倚重如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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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其實全部都是為了拉攏這些將領 都為了這種全魔的考慮 所以他才會翻臉跟翻書一樣 因為他其實事實上並不真正的倚重他們 事實上他真正想的是非常的猜忌 而這樣的做法又得到文官的支持 因為當時的文官對武將有諸多的不滿 當時文官對武將最大的不滿來自於兩個 第一個 當時諸將所擁有的部隊的數量 遠遠超過朝廷的直屬部隊 也就是說國家大部分的軍隊是由武將這些 各在地方上的這些將領所控制 朝廷實際能夠控制軍隊反而有限 第二個 當時的武官參與朝政 參與許多的決策 甚至對皇位的繼承人發表意見 那個人就是岳飛 所以你就知道為什麼當這麼多武將 最後被殺的是他 他居然對最敏感的皇位繼承事件 這個發表意見 他當著高中的面跟高中說 你必須找人做太子 因為我們說過高中後來就不能生孩子 然後他唯一的兒子在這個兵變之後 就是這個建延三年兵變 那個他唯一的兒子被擁立為皇帝 後來高中復位以後那個太子當然又退位 可是退位之後沒有多久那個太子就死掉 所以他唯一的兒子就死掉 然後接下來的十幾年他一直沒有辦法生小孩 那這邊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因為皇位繼承人不確定在中國是一個非常忌諱的事情 因為中國所有的政治運作都以皇帝為基礎 那大家都知道人隨時都可能就沒了對不對 那就是說整個政治的樞紐是皇帝 那皇帝萬一有一天不能夠履行他的政權 不能夠有效的來控制國家 他必須要有一個繼承人家 可能事實上是在當時沒有 所以當時非常多的官員都要求高中去指定一個繼承人 去指定一個繼承人 而岳飛也順應這個潮流加入了這個行列 可是高中大怒岳飛就當著高中命運跟他說你應該立太子 高中當場翻臉跟岳飛說 他說親五人不當語文此次 他說你是一個降臨不可以講這句話 不可以討論這樣的事情 所以岳飛碰了一鼻子會 信心這個當然就告辭 就離開 然後岳飛離開以後高中馬上就後悔 立刻叫他身邊的文臣說 你去跟岳飛講這個剛才的事情證實不怒親 所以看到這個皇帝跟大將之間那種緊張的關係 高中發完脾氣馬上就後悔就覺得說不可以 我不可以對岳飛當面發脾氣 然後派一個人去安撫他跟他說 說我剛才的事情我沒有生氣 那當然事實上是生氣了對不對 然後要去解釋 所以你就知道這個皇帝對這個 他跟大將的關係如此的小心 這是我們剛才說的 就是說為拉攏嘛 所以當然後來找到機會 然後就把他宅了對不對 所以當時的五官他們參與朝政 對文官不再像過去那麼謙卑 令文官不能夠容忍 然後第三個是五官擁有過多的權力 他們傷害了民政機關的這個行政權 跟或者是法律規定 也像說當時的軍隊公然的犯害撕嚴 而這個當時的嚴是專賣的 專賣的收益是政府收入的大眾 然後政府這個收入要靠這個鹽的專賣 然後你是軍隊去販賣絲鹽 然後對政府的財政是一大負擔 所以在這些因素下面 當然文官極力主張要制裁這些五官 所以他們也站在皇帝的這一邊 要求皇帝來制裁 所以當皇帝最後殺岳飛的時候 當然沒有人幫岳飛講話 其實他的五官有沒有幫岳飛 當時有 比方說韓世宗 可是在那個時代 因為這些五官都已經被剝奪兵權 所以他們的發言已經沒有什麼影響力 當時文藝出來幫岳飛講話的就是韓世宗 可是朝廷的文官都沒有人幫他講話 所以這個殺掉這樣重大的 這麼重要的一個將領 最後居然基本上是沒有反對意見的 唯一反對的是韓世宗 好 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問題 我們今天先到這裡 就算把這個時間甜甜ええ 就算了 好久沒有問題 非常恨